欢迎来到每周三吃锅的时间 我们现在进片头 闲聊军中八卦 讨论军情动态 还是一起来研究军武知识 这些近在后卫 丰富的部队锅 欢迎回到部队锅 我是联合报军事记者徐宇威 我们今天讨论是一个外国的题目 那这一批人在台湾有类似的一个单位 那各位常在电视上呢 也应该会常常的看到他们 不管是在国防展演啊 或者是在一些灾难的时候 他们都会出现 就是空军救护队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 并不是台湾的空军救护队 而是美国的空军救护队 那这个单位呢 很特别 它的名称叫做Para Rescue Jumper 它这个名词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觉得陌生 PJ 它的简称叫PJ 那这个单位呢 大家对于美国的特种部队 可能比较了解的 大概就是海豹啊 游骑兵啊 或是绿扁帽啊之类的 那对于PJ这个部队呢 可能就会比较陌生 但是他们其实在曝光率来讲 在美国自己的曝光率来讲 就跟台湾的空军救护队一样 应该是整个空军部队里面 曝光率最高的一个部队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 这个部队跟台湾有什么差别 那它本身的眼镜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然后它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题目 那首先啊 那个这个礼拜呢 也因为啦 就是目前还没有解封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7月22日 那到目前也还没有解封啦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 一样就是我一个人把它阐述出来 因为它牵涉的层面呢 当然也包含了一些历史的层面 然后还有一些战术与制度的层面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 当然对于美军比较手忍的人 可能对这个部队会有些了解 但是因为这个部队 它对于一般人来说 尤其台湾啦 大家了解的可能不多 所以今天我就挑这个题目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所对他们的了解 那也可以供各位 就是多了解一下 美军有什么样的部队 那台湾的救护队呢 其实在近年 他们有想要做一些的改革 那也可以让大家了解 其实他们的方向 大家会朝向哪一个方向走 也可以供各位走个理解和参考 那我们在了解 就是美国空军的特种部队之前 那大家在台湾 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 陆军跟海军的特种部队 例如陆军的梁山 那海陆的特勤队之类的 那空军是没有特种部队的 那可是为什么 美国的空军有特种部队呢 那这特种部队在干嘛 那我就这边呢 那先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那美军呢 其实一开始是没有空军的 那大家应该会觉得 那不是那个二战的时候 不是有一堆的轰炸机 轰炸欧洲那一带吗 那还有就甚至是那个 B-29不是投了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吗 然后东京的大轰炸之类的 美国明明飞机就有这么多 它怎么会没有空军呢 那这不需要跟他们的一个历史有关联 因为美国其实一开始 空中的部队呢 是源自于陆军的 这其实要讲到非常的古早 大概可能要讲到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开始 在1783年9月19号就是首次热气球开始升空 就是人类开始从陆地跟海洋 开始朝向空中发展的时候 在1783年9月19号这一天呢 那个美国开国元老富兰克林 他其实也在那个气球首行的现场 他那个时候呢就提出 其实热气球是可以拿来作为军事用途 他已经看出他的潜力了 可是真正开始作为军事的用途呢 已经大概超过了50年之后 是在1846年墨西哥战争的时候 那时候有个人呢叫John Weiss 他就提出热气球 他是真的可以用在军事的用途上面 他们可以丢些手榴弹啊什么之类的 他那时候已经开始有攻击的思想了 不过呢在真正使用军用热气球的时候呢 是在1861年的十月 1861年那时候在干嘛 美国在做什么事情 美国那时候呢在往内互打啦 在南北战争 那时候南北战争的北方联盟呢 他们要成立一个叫做Union Army Balloon Collaboration 那个单位呢 其实是想要用热气球进行一些 因为美国有一些炮 就有炮兵嘛 因为那时候已经是热兵 早就是热兵器的时代了 他们就想要用一些炮兵 想要做更精确的就是炮击 那这时候呢 观测就变得很重要 他们就希望能够用热气球 取得一个更高的视野 然后可以做 为炮兵做一个更准确的观测 那时候呢 就美国所有的那种军事的采购啊 其实也都跟台湾一样 世界购都一样啦 都是要走招标的路线 那个时候呢 John West他也是一个竞争者 不过那时候 就跟很多的军购一样啦 就军购之间大家都会放黑函啊 然后互相挖对方的舱巴之类的 那个时候也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最后得标呢 是Thought is Law 他那时候呢 就取得了 可以运用热气球进行侦查的那个权利 那那个时候 很好玩 我跟现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不是买飞机一次买个起始价 这样子做的吗 那那个时候呢 他有点像是一个 那个时候他有点像是一个国防的承包商 就是我飞一次 就可以收一次的钱 就帮北方联盟就进行了不少次 所谓就是炮兵的一个侦查 和观测 那也就是在这之后呢 美国的陆军啦 就开始从气球 到后来应用到飞艇 然后到飞机 那可是美国真正成立了 像是空军的那样的部队 就是陆军的空军部队呢 其实就已经到了1907年 才开始成立 他那个时候呢 最早的名称是叫做 那个Army Air Service 听起来就觉得 好像等级低了一点 是Air Service 你是要服务给陆军的 那到后来才会变成所谓的USAAF 就是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 你才会变成一个像是一个部队一样 那可是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应该会想到一件事情 美军有航空母舰啊 而且还有所谓的两栖攻击舰 它上面也有飞机 然后它也有航空部队啊 对不对 像我们常看到的那个美军现在所使用的FA-18 它有海军陆战队的 也有海军部队的 然后像美国的F-3 现在新的F-35B 是海军陆战队的垂直器 就是所谓的短长起飞 垂直降落型的战机 那美国海军部队 它是有飞机的啊 这时候呢 就要回到说 在1910年的时候 有个叫Curtis的人 他在那个巡洋舰上面 叫Burning Hat 那一件巡洋舰上面呢 他搭了一个 就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甲板 做起降 那一次首飞成功 那海军一开始应用所谓的航空器 其实跟陆军一样 也都是进行侦查 到后来才渐渐的就是 像二战的时候 开始有大型的航空母舰之后 才开始做一些攻击 和那个战斗所使用的 那是在二战的时候开始的 那陆战队的航空队呢 则是在1912年成立的 所以其实就美国的空中兵力 是陆军跟海军 在差不多的时间 都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这时候呢 就要想 那他们什么时候开始 想到要分家 那是在二战后的事情了 在二战中的中后期 因为其实那时候的航空兵力 发展的其实非常的快 不管你是拿来应用到空头 或者是做轰炸侦查 或者是像是轰炸机 它需要有很多的战斗机 做护航嘛 那就所谓的战斗机 那就空中的战斗啊 那些dogfight啊 那那个时候都已经有了 其实最早在一战的时候就有了啦 那那个时候其实就发现 空中的兵力在整个战场 大环境的作战之中 它越来越重要 那就开始会有人提议说 你空军的部队都已经这么大了 那为什么不分离开来 你一个陆军 下辖的一个空军部队 大小都跟你的陆军差不多大 甚至有可能还会超过 你的陆军的时候 那你空军这部队 是不是应该要独立起来 做一个管理 那在二战后呢 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那一开始其实海军 是很反对这件事情 因为当陆军的航空部队 从陆军分离开来之后呢 那海军的航空部队 是不是也要分离开来 他们就觉得 这是我的部队啊 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它分开来 那这些人以后 我可能就不好用啦 对不对 我想要用你的时候 我是不是还要在 就是要从国防部那边 我才有办法去指挥你 对 从参谋本部那边去指挥你 那我是不是可能 我想要调动兵力的方式 我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他们就会很多这样子的争吵 所以在后来呢 是陆军的参谋长 当时的参谋长叫做艾森豪 也就是后来成为 美国总统的艾森豪 他就决定哦 就是还是要进行 就是把陆军分割出去 成为一个独立军种 就是空军哦 那同时呢 海军跟海军陆战队 他们的航空兵力呢 他们尊重就予以保留 也就在1947年的9月18号 美国陆军航空队呢 就正式的分割出去 变成了美国空军 对就是美国空军的由来 不过接下来啊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 其实在之前哦 就是陆军航空队的时期了 那你飞机飞出去 总有可能会失事嘛 对不对 就是套具 就是老话嘛 就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呢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 他们就会发现 不管怎么样 你空中的兵力 投射出去的时候 你就会需要有人去 负责营救 因为你总会有可能 有些失事的状况发生嘛 那那个时候呢 大概是1912年 其实也就是在美国 陆军成立航空队之后 不久的时间 那那时候就会有 他们的一些航空的队一 他们就会发想一些 其实以后 这种运用空中兵力 做医疗后送 是可能会发生 但真正呢 开始要做这种事情呢 其实还要再过20年 在PJ呢 所谓真正的一个 救援的滥伤呢 是在二战中 而且其实还跟我们 中华民国有一点关系 因为他牵涉的 那个地方呢 叫做陀峰航线 那陀峰航线是什么东西 那这边再稍微 小小解释一下 因为其实这个战役 它蛮漫长的 而且后面还牵涉到 很多就是美国援华的 一些事情 那时候呢 就所谓的叫做 中缅印战区 就是中国缅甸印度 因为那个时候呢 整个中国战区的东边 就是像海岸沿线啊 其实都已经被日本人攻占了嘛 那时候呢 你想要运补到 中国里面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从 缅甸印度那一边 你要让飞机 飞过喜马拉雅山 才有办法投到 像是昆明啊 或是像那个 重庆啊 这些地方 你就必须要 那时候的就是 C46 C47这种运输机 你要让它 飞过喜马拉雅山 可是这时候就要讲一下 就是C47 最大的飞行高度 它大概只有 两万六千尺而已 可是圣母峰的高度呢 是两万九千尺 所以在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过程中 其实C47和C46 他们的飞行 其实是很紧绷的 因为我刚讲的 最大飞行高度 其实是空机 轻油下面 就是像我们之前讲 C17那一个 就跟嘉文哥 讲C17来台湾那一集嘛 就讲 你飞机的最大性能 其实都是在一个 特殊的条件下面 它并不是说 我可以满载 我就可以这么厉害 它都是在一些 我可能减重啊 或是在比较长的跑道啊 什么之类 一些特殊的环境下面 才能够做出 这么大的一个数据 那像刚刚讲的 C46 C47也一样 它真的你满载的时候 你可能飞行的高度 就很紧张 你可能两万多尺 就很厉害了 那时候你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呢 你是必须要贴着山地 简直跟那个 我们晚一点会提到的 NOE 这个一样 就是Nap of the Earth 这个飞行的方式 其实搞不好很像 它就是贴着山去飞行 那很多时候 其实飞行员 你可能有一阵山区的风 你就没有办法 把飞机拉那么高 你就有可能会撞山 所以在那个时候 有非常多的飞机 在驮风航线上失事 所以之后啦 有一些老飞行员就讲说 其实你要在那条航线上面 导航很简单 你只要看着沿线 地面上飞机的碎片 你就可以飞过去了 那时候甚至还有这样子的讲法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那时候那一段的故事 是蛮多的鞋鱼类 不过呢 就在1943年 这个时候 这PJ所谓 所谓PJ的救援的方式 就第一次的发生 但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记录 但是他们对于PJ 这一块领域呢 有研究的人都认为 这是这种研究方式的一个滥伤 就是散降救援的方式 这是它的一个关键时期 那时候有一架 C46在8月的时候 它在缅甸附近的一个边境失事 那当时呢 虽然飞机掉下来了 但是有20个军人 和一名CBS的记者 他们都生还 在当时中缅应战区 他们有的单位 叫做航空运输司令部 他们配有两架的C47 当作空中救援机使用 不过那时候 空中救援都还是以空头救援物资 就是让你在那边等 然后地面部队呢 在到达会合之后 再把你救出来 那时候那一架去救援的C47呢 上面有两个人 一个是医生 然后另一个是一个使馆 一个叫William McKenzie 和一个Richard Pesley两个人 他们就从C47跳伞 到那一架C46的附近 并且找到了受困者 然后去帮他们做些包扎啊 照护啊 因为他们也有空头一些物资嘛 就帮助他们就分配这些 就是救援物资 然后让他们可以维持生命 直到部队 他们救援的部队到达 而那个救援部队到达 他们所在地的时间呢 一个月 所以你这样子之后 大家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在对于这种飞机 尤其是失事机的研究上面 如果生还者 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 并不是说我要赶快把他救起来 而是我先到达他那边 然后让他得以维持生命 这就是后来PJ 他们在救援中 很重要的一个理论 就是我先抵达 那在这之后 其实后来就会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检讨和研究 那晚点可以跟各位分享 但是就在那一次事件之后呢 就发现 其实你这种散将救援很重要嘛 那在当时 1944年左右 在更之后的1944年呢 直升机开始被发展出来了 那那时候呢 也被分配到了中缅应战区 然后也是一样 做很多的 就是所谓失事救援的工作 那也从那时候开始 直升机跟所谓的空中搜救 就合在一起 也就是大家现在常常看到的 救护队啊 或者是什么空情总队啊 那种搜救的方式 从1944年那时候开始 他们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模式 就是大家现在的影像 不过 还没有结束 真正开始呢 就是这些搜救队员必须要有 作战搜救 就combat rescue 的能力 是要从1947年12月23日的一个事故 那是个什么样的事故 其实它也是个训练任务 但是它在一个很艰困的训练任务里面 它是一架B29 所有的B29其实它都有名字嘛 那这一架B29它的名字呢 叫Club Turkey 晋级的火机吗 我可以这样翻译吗 那时候它在阿拉斯加进行一个 15个小时长时间的飞行训练 不过因为天气的状况 然后伴随着机械的故障 很奇怪 就是常常你天气不好的时候 你的机械就特别容易故障 所以真的在任何的飞行啊 如果你发现天气苗头不对的时候呢 要对自己的飞机好一点 那也在那个时候呢 那架飞机就因为这两个同时的因素嘛 它就撞上了在阿拉斯加 有一个叫做那个Mountain Spring 就是温泉山 它撞上了温泉山之后呢 很幸运 八个机组员都幸存了 他们也同时呢 发出了求救讯号 也发成功了 然后当时呢 就有三个救援人员呢 就是一个医疗队员和寒地专家嘛 他们要去救援 总共有三个人了 他们要去救援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并没有受过很相应的一些野外求生和战斗的训练 所以在那个冰天雪地的时候呢 他们就冻死了 那后来有两位呢 因为他们就等很久嘛 怎么救援都没有来 有两位在向外求援的时候 也死亡了 那个时候啊 美国空军才刚成立不久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就很慎重的去研究说 其实这些空降的 不管你是用空降的啦 还是说你是一个要去负责搜救的人员 你就必须要有战斗搜救的能力 这也是这个事件造成他们后续一个很大的影响 当然在后续啊 就经历过寒战越战嘛 那大量使用直升机进行救援 那随着救援任务的难度增加 尤其像是后来 因为美国开始进行太空计划 就是跟美苏进行所谓的太空竞赛 那在进行这些太空竞赛的时候呢 那些太空人回到地球之后 都会需要有人去接应他们嘛 那美国当时跟苏联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美国的太空人回收 几乎都是在海上进行 他们会把那个太空船 最后的回收舱 就是重返到海面上面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总跟陆地比起来 他们觉得海上比较安全 其实也不尽然 不过就在有一次的任务里面呢 这边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双子星8号的事情 双子星8号那时候在做对接 那时候美国在尝试 就是所谓的太空船对接的任务 那时候对接呢 就发现他们其实有一句的推进器故障 后来证实是双子星8号上面的推进器故障 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翻滚 那就很危险 因为你一直无解禁的翻滚 像在太空中嘛 因为它是真空的环境 就是近者横近 动者横动 如果你一翻滚 如果你没有办法用推进器 喷气让你的姿态稳定的话 你就无止境的进行翻滚 那其实很危险 太空中心就要求 双子星8号的太空人 马上进行脱离 然后返回 那返回之后呢 因为跟原定的行程 时间已经不一样 所以他们落海的地点也会不一样 他们落在了 就是冲绳附近的海域 那可是这一切 因为时间的不同 海军的船只呢 就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抵达目的地 那这时候呢 空军就派上用场了 他们就用飞机去空投了PJ 然后到那个太空船的附近 然后马上呢 就帮那个双子星8号 就建立了扶囊 然后陪伴着那两位太空人 到三个小时之后 海军的船才终于抵达 所以这时候就可以看得出 就PJ他们在空投散将救援的任务呢 这时候对于美国本身的军力来说 就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再接下来哦 因为他们美军嘛 就是到后来各个军种的作战 到后续开始逐渐的会有所谓连战的思维 那因为各个军种之间 你要做密接支援啊 你要做救援啊 或是你想要做一些轰炸 或甚至是野战基地的开设啊 你很多时候你可能都会需要空军的人进行支援 也就因为这样子呢才开始空军去设立了特种部队 但是最早的特种部队其实并不是PJ 而是1981年的CCT 就是Combat Control Team 那这些人呢 这个我们后续可能可以再开另一个题目来讲 就是空军的特种部队的细节的东西 当然我们后续可以有些题目来讲 但Combat Control Team呢 他是做像是野战的航管员一样 那在1984年才成立了PJ 那到1990年的时候呢 空军才独立才真的成立了一个叫做空军特种作战指挥部 那在1996年的时候呢 他们又成立了一个叫做战斗气象队 就Combat Weatherman 这个单位也挺有趣的 他就是帮就前线的部队 他们去提供所谓的气象资讯 甚至是为密接支援提供一些气象资讯 它是个蛮特别的一个单位 那到2008年的时候呢 再成立了TechP 那TechP跟CCT有点像 但是TechP的层级是比CCT在下面 他们就是主要只针对密接支援去受训 那跟CCT就是他可能要开设一些野战的起降场啊 这些其实是不一样 但CCT能做的事情 TechP不见得能做到 但TechP能做的事情呢 CCT他也能做 那这就他们之间就是有一些层级的关系 那像CCT 然后TechP 像那个Combat Weatherman 这三种特种部队的人员呢 他们通常是跟随着陆军的部队一起移动 就是单纯的像是派遣员工一样 他们可能是两个人到三个 两个人到四个人的小队 到陆军跟随着陆军部队一起移动 但PJ呢 他可以跟随其他部队一起移动 那同时也可以独立出勤 所以这是跟他其他空军特种部队的人 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到PJ相关的经典战役 来看出PJ他们的特色是什么 那在这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 OK 欢迎回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PJ相关的经典战役 我们来看出PJ他们的特色 那PJ呢 他们的格言叫做 Let others may live 就是让别人得以活下来 OK 这听起来非常的神圣啊 那我们首先呢 就来讨论一下 就是他们在近期 也比较近期啦 就是从他们开始成立之后 到现在有几个比较经典的作为 那当然 我不会竟然讲的都是正面的 也有一些负面的 但那负面的案例 其实跟PJ本身没有什么相关联 但是 它是个挺有趣的case 也可以看出 其实 美国在海外出兵 有时候做的样子 就是那副样子 就是那个调调嘛 大家懂的 那首先呢 一开始我们先讲越战这一块 那越战这一个呢 就不需要提到PJ里面的传奇人物 只要你是美军 然后有去他们所谓的PJ学校 他们PJ学校叫做Superman School 就是你成为了PJ 你就像是个Superman一样 在大家有危难的时候呢 你就会出现 所以他们叫自己叫Superman OK 那他们有个传奇人物 叫做William Peterson Berger 那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美国的一等兵 那他生平执行超过了 300次的救援人物 不过他最后是阵亡了 但是在他阵亡之前呢 他创下了1比60的救援记录 非常的惊人 这时候呢 就必须要讲到 他那时候是在哪一个任务 阵亡的呢 那这个任务呢 可以说是美国史上 应该可以称作是 美国史上最血腥最惨痛 还有一个最不应该有的一个战役 叫做Aberation Abilene 就是阿比林行动 那这个行动呢 是时间呢 是在1966年的4月11号到12号 他的这个任务的行动方式 是由美国陆军的第一步兵师 他想要在就是西贡 当时叫西贡 后来叫胡志明市 他东边有个地方呢 叫做Sherkong May 对不起 因为我不太会念越南文 他是用那个英文评论Sherkong May 他那边呢 是一片的橡胶林 然后藏有一个越贡的 一个算是越贡的一个部队啦 叫做D-800营 那时候呢 他们的计划是想要有 四个步兵牌组成的一个连 叫做查理连 然后去进行一个侦查的任务 那这侦查任务怎么做 就是他们有134个人的小部队嘛 他分成四个小队去穿越这个橡胶林 然后去引起D-800营的攻击 然后再由周边的部队呢 去炮轰他 你这样听出来他的吊诡的地方在哪里了吗 你派出一个部队 去让越贡打他 然后外面的人在打你 那这时候就会出现 等一下会讲到的一个 势必会发生的问题 OK 那接下来呢 在4月11号的上午11点 那查理连的部队呢 就开始行动了嘛 就四个小部队 总共134人 他们开始进行了这个行动 他们就发现到了越贡的小径 就下令了部队马上散开 然后就尽可能的远离那些小径 不要被越贡发现 不过呢 就跟我上一集 就是所讲到的那个红衣行动一样 当你发现那些小径 以为越贡不知道你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已经知道你来了 那在中午用餐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一名士兵 遭受到狙击手的攻击 可是那时候他们就想说 那被攻击之后 他们想要追击嘛 不过在那一块橡胶园下面 其实有散布了很多的地道 甚至连树梢的上面 都有很多那种 他们自己做的那种小通道 可能我一般人看不太出来 可是就他们可以得以 在树梢之间做移动 他们做了很多这样子 甚至是陷阱啊 那些就是越贡在越战中 他们常使用的一种作战的手段 那在接下来就是查理连 他们第四排 想要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 就遭受到了前方越贡的开火 就我这边是从查到 他们当时的一些历史的记载 在无线电通联里面呢 就电后的第一排 也遭受到越贡的攻击 那个时候他们避免 就是被越贡切断 他们的四个连之间的连结 所以他们就积极地想要组织一个环形的火网 就是由内往外 去抵抗那些越贡的袭击 但是呢 在他们持续的交火中 其实查理连就发现了 部分的越贡 他们衣服的颜色 跟他们一样 都是那种卡其和那种绿色交织的 所以这时候呢 在交火中呢 他们就会面对到一个问题 就我刚刚前面所讲到的 就是你把人丢进去 然后你让那群人呢 去围着查理连的部队 那查理连的部队呢 跟那些越贡呢 他们有部分的人的衣服颜色很像 这时候就很容易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叫做friendly fire 就很容易 友军之间可能会相互的误击 那后来呢 这误击更惨烈 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 被强烈的攻击嘛 势必就要叫火炮攻击 可是却发生了火炮 误伤友军的事件 所以整个战役就变得非常的惨烈 就是越贡当然就是一路打嘛 那越贡打了查理连 然后查理连的人呢 还被自己人打 那这时候呢 伤亡就非常的惨重 所以在4月11号的下午3点 他们就 当然就要护照空中的救援 可是那时候呢 陆军因为当时的战区太过于危险 他们不愿意前往 所以是空军的H43A 那当然这个飞机的型号呢 叫H43啊 但空军的型号叫H43A 它是一个就是相对旋转的螺旋桨 它跟那个卡52啊 卡50那种所谓同轴的双旋翼 其实有点类似 它是相对的两个在对面 然后做对象的旋转 这个很特别的直升机 所以它的特色呢 是它是没有尾旋翼 然后它的那个人员进出 可以从机尾那边上下单架 它是一个蛮有特色的一个直升机 它那时候被空军拿来 就当作救护的直升机使用 那时候呢 就有两架的H43呢 就抵达了那个地方进行救援 然后因为地面的伤员众多 甚至说当时的救护兵 都已经有了战损 所以就在吊挂的时候呢 就很多就很多的问题嘛 变成说它的救援的节奏 就会被拖慢 所以当时在其中一架 H43上面的一个救护兵 就William Peterson Berger 就使用了丛林穿越器 然后下降到地面 然后协调当时那些地方的一些 救护的顺序啊 还有处置伤员 然后再帮他们进行吊挂 那总共呢 这两架呢 H43A 他们一次在当时 因为为了安全性嘛 那一次吊挂了两个人 之后他们就会离开 那总共来回了三次 吊挂了12个人 那最后一次返回的时候呢 因为已经遭受到 越攻严重的火力的攻击 那机上的另一位救护士 叫Harmon 他就示意了Peterson Berger 他必须要赶快上机离开 但是呢 那时候Peterson Berger 因为地面上的伤员还有很多 他就示意要挥手 就是跟Harmon说 就叫他离开 那在H43A离去之后呢 Peterson Berger 他当然因为身上带的 一些医疗的材料也有限 他就用完了 那用完了这时候呢 他就开始就是 从周遭可能一些战死的 同袍上面 拿了M16步枪 然后和子弹 然后同时也加入了 查理连进行战斗 不过很不幸的在晚上7点半的时候呢 就以后面后人他们所撰写的一些传记里面 他有写说就大概在晚上7点半的时候呢 他就被狙击手所狙杀 那这场战役呢 美军总共有36个人阵亡 71个人受伤 那那时候的查理连不过134个人 像加一加下来 其实战损率高达了80% 那也因为Peterson Berger 他那时候呢 救了60 超过60个人 虽然说吊挂只有12个人 但是他总共呢 就是让60个人得以生存下来 所以那时候他呢 就是有被提名荣誉勋章 不过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因素 像第一个是因为他是空军的人 但当时呢 荣誉勋章几乎都是颁给陆军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因为其实就是 Abertson Abilene 这一场的战役呢 他是有所争议的嘛 就像我上一集也有讲 就美军在现在的战争里面 他们其实一直以来 很努力地去避免自己的战损 但是Abertson Abilene 他这一场的战役呢 摆明就是要把自己的人 丢出去当肉把 所以他其实是个 很有争议的一个行动 然后因为Peterson Berger 他就是牺牲了自己 然后让这些人得以存活下来 其实对于陆军来说 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 所以他这中间呢 就会有很多政治上的争议 所以他那时候 只获得了空军十字勋章 那当然啦 在很多人的争取之下 在2000年的时候 才追授了荣誉勋章 就是美国军职里面 最高等级的勋章 那他也是在1947年 美国空军独立出来之后 第二位获得荣誉勋章的人 那Peterson Berger 他的故事呢 在去 应该是去年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他就有上映了一个电影 叫做钢铁勋章 那这部电影呢 他基本上叙述的部分呢 都是依照史诗 其实后来 就是我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然后再去对照 当初的历史的文件 基本上都是一样 但是这里电影里面呢 跟实际当时的状况 唯一不一样 就是当时Peterson Berger 他所使用的是 H43A的直升机 但是因为H43A在现在 已经剩没有几架可以使用了 所以他们那个电影公司 他们弄不到那一架直升机 所以后来他们是借了UH1 来拍这部电影 所以也就是这部电影 他还蛮可惜的地方 然后另一个跟事实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他接 就是荣誉勋章 后续在争取的过程中 就是电影里面有个调查员 那在实际上呢 这个调查员是个虚构的 他们就是其实有过了很多的 听证程序 那些后续再去争取到说 他应该要追进荣誉勋章 那这跟电影和现实状况 它上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接下来第二个呢 跟PJ有关的一个战事 那大概就是在1992年到1995年的波士尼亚战争 那个发生的地点呢 就是在巴尔干火药库 那在1995年的6月3号 在波士尼亚禁航区 那时候呢 就是有F-16C 在进行所谓的战斗巡航任务 那上面有个飞行员呢 叫做Scott O'Grady 他那时候在战斗巡逻任务中呢 被遏制的飞弹击中 然后跳伞在塞尔维亚控制区 那你跳伞之后呢 飞行员就要开始自救嘛 因为你要等待救援部队来之前 你不需要先想办法让自己活下 这个在后续会提到一个 叫做SERE的课程 那就是在美国 不管是你是飞行员也好 或者像PJ也好 你都必须要受训这个课程 他展开了六天的逃亡 那后来在6月8号的时候呢 他使用了无线电脑 然后被确认了生还和位置 然后就海军陆战队进行救援 他这个案子呢 他并不是PJ去救他 是海军陆战队去救他的 那这个事件呢 下面一个事件 就我等一下要讲下面一个事件 他拍成了一部电影 叫做冲出封锁线 不过这部电影呢 他就比较偏好莱坞啦 他把后面David Goffin的失事的案子呢 跟Scott O'Grady的失事的案子呢 跟后续 就是斯雷布尼亚查大屠杀 这三个事情 把它合在一起拍成一部电影 所以这个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呢 可以就可以看看就是P 就是所谓救援组啦 PJ 他们救援的方式 但是这个故事呢 跟历史啊 其实是相距比较远的 尤其在那个Scott O'Grady 他是空军的飞行员 那在冲出封锁线呢 他所使用的是FA-18 是海军的飞机 所以其实跟那个事实上面 其实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 那接下来就是要讲到 David Goffin 那冲出封锁线呢 基本上呢 是拿David Goffin的事情 然后Scott O'Grady 他的逃亡的方式 然后加上那个后续 斯雷布尼亚查大屠杀 三个合在一起的 OK 那接下来呢 我讲的就是那个David Goffin 他最后呢 是当到了美国空军的参谋长 非常的厉害 在1999年5月2号那时候 其实已经是那个 刚所讲的波士尼亚战争 已经结束了 但是后续就是因为 塞尔维亚的部队呢 还是有占据科索沃 所以那时候美国希望 塞尔维亚的 就是独立的那个 武装组织呢 能够撤离科索沃 所以他那时候呢 就不断地持续地 进行科索沃的轰炸 那那个时候 5月2号的那一天呢 就有四架的F-16C 他要对塞尔维亚的 防空导弹基地进行轰炸 不过那个时候呢 他们在出发之后 塞尔维亚他们有些导弹车 就移动了位置 所以他们F-16当时并没有察觉 因为他们在事前 都已经先点好了目标点了 就发现 其实有车不见了 那当然他们在 攻击的过程中呢 他们有找到他们要的目标 然后就是 用反辐射飞弹进行了攻击 但是呢 David Gonfin 他在攻击了一个阵地之后呢 他被下面 隐藏起来的一个阵地 那个阵地呢 在当时哦 他已经偷偷地先把雷达关掉 所以 他们的这四架战机 并没有发现到他们 而他们在飞越开始进行攻击 另一个阵地的时候呢 他们突然就把雷达打开 然后就锁定了他们 然后就把David Gonfin给打下来了 但那时候 在那个SA-3飞弹 击中David Gonfin的飞机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马上的失去控制 他其实还飘了一段时间 他努力的 甚至还重新启动了发动机 还重新启动了三次 不过这个飞机 因为毕竟已经失去动力了嘛 他已经没有办法 飞回到他们自己的控制区内 所以David Gonfin呢 他就必须要决定要跳伞 然后跳伞之后 他跳在一个很大的农场里面 不过因为他那时候跳伞 位置是很确定的嘛 辽机也报告了 所以呢 他们的援救行动 其实很快的就开始展开 但是呢 那个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一些程序嘛 其实本来还差点会延误 不过幸好啦 就他们其实很快的 就开始进行援救行动 然后他那时候落在一个 就刚刚讲的松软的田地上面之后呢 他们觉得这种开阔的隐蔽地很危险嘛 他就想说 那我一定要找个掩蔽体 他发现附近呢 好像是有一个丛林 他就往那边跑过去 就发现那个 那个不是叫山坡 因为夜色很深嘛 那你有时候可能 立体感会有受到影响 他其实是一个接近悬崖的一个斜坡 他那时候还差点滚下去喔 不过还好 因为他有抱着救生法 那时候救生法 因为求生包嘛 他在落地前 他都已经全部开启了 他那时候抱着他 所以还好他跌倒下去的时候呢 还被那个救生法挡住 他那时候呢 就跌倒之后嘛 就发现 其实旁边附近有个山沟 还不错 他就开了无线电之后呢 就稍微传出了求救讯号之后 他就把自己藏在那个山沟里面 不过那个救生法 因为很大一坑嘛 然后救生法就是橘色的 他那时候就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 就想办法 想要弄破他 用树干戳啊 用树枝戳啊 甚至还会咬的 不过后还好他就是 刚失事之后 其实都会有一段的混沌期 他那时候还好 就很快的就恢复了 所以就赶快找出落叶啊 什么去把那些 求生包里面的东西不必要 他不需要再携带的东西 赶快先把它隐藏起来 那也在这个时候 就他就遭遇到 塞尔维亚的搜索队 因为飞机失事了嘛 那飞弹也确定打到他了嘛 那时候他们塞尔维亚部队呢 就开始要去寻找他的踪跡 但那时候呢就想尽办法能够 能趴地就趴地 甚至把自己挖了一些泥土 让把自己埋在土里面 然后塞尔维亚搜索队呢 最近跟他的距离 甚至还十公尺不到 不过也因为他就是 把自己埋得很低 然后慢慢的后退 所以塞尔维亚部队 其实当初并没有发现到他 不过他那时候也知道 就是如果前面有人经过 后续势必也会有其他人经过啊 所以他就开始就想说 那我就必须要离开这块地方 可是因为他当时 因为飞机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滑翔 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在哪里 到底是波士尼亚还是塞尔维亚 那如果今天是波士尼亚的地方呢 可能还会有地雷的问题 所以他想说 诶 刚不是落在一个田地里面吗 那经过翻根的田地 就很确定不会有地雷的问题嘛 那他就走过翻根的田地 来找寻另一个新的隐蔽点 然后在五点的时候呢 救援队就抵达了 不过在直升机来了嘛 就刚刚我上一集也有讲说 就是直升机来的时候 其实你的位置也相对就会暴露出来 那这时候塞尔维亚呢 就开始疯狂的开火 那Govic呢 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的时候 他就打开了红外线求生灯 这其实是在求生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叫不可见光 但是直升机上面的flare呢 他是看得到这个东西的 所以当时飞行员呢 就知道了他的位置之后 赶快的就落地 那落地之后呢 有三个人就跳出来 就是一个CCT跟两个PJ 就跳出来去跟Govic会合 那其中最重要的人叫做Germain Hardy 他那时候呢 在落地 飞机直升机落地之后 他们三个人冲出去之后 Hardy就抓着Govic 迅速的把它塞到了飞机里面 并且用身体去盖住它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 已经是一个枪林弹雨的境界 但是事后就是Govic的说法呢 跟当时飞行员叫Kunko 他们那几个人的说法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Govic的说法是 那些枪手是朝向他刚刚 隐蔽的树林的地点去射击 但是Kunko的说法呢 是那一些枪手呢 是朝着直升机的方向 在进行射击 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就是重点是 他们在当时都是一个枪林弹雨 就是在交活的情况之下 所以Hardy他就是用他的身体 去掩护着没有防弹衣的Govic 然后迅速的上了直升机 然后就离开那个限地 他们从直升机降落到起飞的时间 其实不到一分钟 在事后呢 他们事后检视了那架飞机 其实上面还有五个弹孔那么多 那这是在90年代 在PJ出的任务里面 算是蛮有名的一个任务 那接下来呢 讲的就是一个稍微比较黑暗面的东西 就是那个Jessica Lynch 他是美军在伊拉克的时候 很有名的一个战俘的事件 那Lynch呢 他在2003年3月23号的时候呢 他在伊拉克后勤部队服役 那时候在车队行进间呢 被伊拉克的部队所袭击 并且服录了 那4月1号呢 他被所谓的 就所谓的Task E21所营救出来 他是一个由联合特种司令部 成立就是联合了三角洲海报 和那个情报支援队 空军24特种战术中队 就包含CCT和PJ 他是联合了很多特种部队 所集合起来的一个联合部队 被营救出来 那Lynch那时候呢 他是位在一个医院里面 然后就是 大家常常在电影里面看到的 营救人质的方式嘛 就是直升机下来 然后一堆特种部队的人民 开枪 然后找到了那个人质 然后把他给营救出来 而且在营救的时候呢 还为他披上了美国国旗 那这个其实事后有一些争议在于说 就以美军的说法 当时有个律师就是透露出 就是Lynch他的地点 然后并且帮美军搜集了 医院的布局情报 甚至他们人员的交班的时间 帮他搜集很多 然后让美军的特种部队 得以做进行行动 可是那时候在伊拉克那家医院里面的医生 就说事后有提出医议 就是在前一天 就是3月31号的时候 其实伊拉克的军方就已经撤离了 也在美军攻入那家医院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任何人去做抵抗 那也质疑他们说 就是这一次的营救行动 是刻意的录影 他就说他就是根本就是个做节目 就是一个录影的演出 那他的伤势其实 也并不是因为那些虐待 而是他本身车祸上面的一些伤势 而且那时候美方说 他有受到在那个被挟持的过程中 还有一些侵犯的事情 那其实那时候伊拉克的医生说 就他们诊治的过程中 其实也没发生 那这就是Linch 他这一场营救任务 其实跟两派说法 都是有互相抵触的 就在这场营救里面 因为第一个接触到 First Contact的就是PJ 那对于他们来说 这场任务到底是真正的营救与否 其实在事后上面是有一些的争议 但很确定的啦 就是美军的确派出了特种部队 把他营救出来 但是这场营救呢 到底是一个真正很为难的一个集 就会只是单纯的进入底下医院 然后把人救出来而已 这在事后其实就有一些的争议 OK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就是现在的PJ 他们使用了哪些东西 那要成为一个PJ 他们要上哪些课程 他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Superman呢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回来 OK欢迎继续来听部队锅喔 其实我本来这一集没有想要讲那么久的 就默默现在已经录了差不多快 快50分钟欸 这么久 OK那我接下来讲的 就会把它更简短一点点 那PJ是现在呢 所使用的飞机 其实大家常常在一些 美国的真兵广告啊 或者是在一些新闻上面啊 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主要现在用的是HH-6栋G 也就是所谓的PuffHawk 就铺路音 但是呢 在今年开始呢 他们有一个新的飞机 叫HH-6栋W 那这个名字呢 叫做Jolly Green 2 这个飞机呢 其实是名称喔 是源自于当初的HH-53 Jolly Green 那美国空军PJ 所使用的HH-6栋 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这时候可以有一个 很好的对照组 就是HH-6栋W跟HH-6栋M 那这两个飞机呢 HH-6栋W呢 是美国空军PJ 所使用的战斗搜救直升机 就是Combine Rescue Seasar所使用的直升机 那HH-6栋M呢 是美国陆军 来使用叫做战场的医疗后送 就是Medic Evacuate 所使用的直升机 那差别呢 在于第一个是 HH-6栋W呢 它是有武装的 那HH-6栋M本身是没有武装 尤其他的那个枪手的门 是被封起来的 那可以让他可以装在更多单架的空间 然后可以像那个我们台湾的那个225 EC-225一样 上面是有所谓的模组化的医疗舱 但相对的HH-6栋W呢 更强调是他的作战能力 所以他有更多模组化的设计 可以装单架那些东西 但是他就比较不会有像是心电图啊 或是像供氧啊这些东西 那你可能就是必须要 就是PJ他们自行 携带小的氧气桶上飞机 才有办法提供供氧这件事情 可是HH-6栋M本身的 他就可以设计装氧气瓶 他是可以内签的哦 这是跟HH-6栋W 有比较大的一个不一样 那另外一个呢是 HH-6栋W 因为他有一个更加长 他有一个更大的增程邮箱 所以他的航程呢 其实比UH-6栋的 这些系列的飞机 都还要来得长一点 那至于呢像Flare啊 那些其实HH-6栋M和HH-6栋W 本身都有这个设计啦 所以像气象雷达跟前世红外星 反而是他们两个都有共同的东西 但是呢HH-6栋W呢 他又可以在进行空中加油 然后他还有另外的一些 Data Link的功能哦 就可以从TOC就是战斗 指挥中心那边又可以下达很多指令 到HH-6栋W身上 他的功能呢 其实相对于Medi-Evacuate的这种机型 其实他功能性是更多 那相对作战能力呢 他本身自卫武器呢 有两种可以选择哦 一个是7.62口径的mini gun 就是每分钟可以射1000发的那一种加特林式机枪哦 那另外一个是武林机枪 就是火力是比较大的 然后通常呢他们的设计呢 就是一边就是放mini gun 一边就是放点武林 通常都是用这种方式呢 去做他们的自卫武力的部署哦 那当然剩下其他的 就像是被动的那些防御装置哦 那都是他们基本的配备 但是呢 PJ本身呢 并不是只有HH-6栋W这样的直升机 其实他们还搭配了很多 MH-4拐 MH-53 或是MV-22这样的直升机 所以他们能够使用的机型 其实是很多元 当然就是因为空军的关系嘛 为什么美国空军要有自己的特种部队 他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好处 有个优势 就是他们可以随时使用空军的任何一个机型 运输的机型去做他们的投放部署 像是13栋 C17 或C15这一类的飞机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都是想要用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去运用的 那他们的部署弹性就会非常的大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那接下来就是你如何要成为一个PJ 那他们的课程其实非常的严格 就是以像台湾的受训期来讲 我们都是相对比较短一点 但你在美国 你要受训成为一个PJ的话 通常课程是一年半到两年 而且基本上就是两年 那你的课程里面呢 我这边再有一个比较精简的啦 就是他们首先喔 因为他们都是要成为一个 三七的特种部队人员嘛 就是你要能够空降 你要能够陆地战斗 而且你要能够水下作业 所以变成说你陆海空都要会 他们是三七的特种部队人员 他们就要上战斗潜水 然后空降 然后高跳地开 他们不只是一般是散兵喔 他们还是高空散兵喔 那HALO的课程呢 就是高跳地开课程呢 要上一个月喔 那空降学校呢 是上五周 那是在陆军的学校 就是他们所有的空降课程 都是在陆军的学校上的喔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SERE喔 就是Survival Evasion Resistance and Escape 那这个课程呢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 虽然说就有三周喔 但他们必须要先学会 如何的使用求生装备 就是生存的概念喔 那再来是你要如何选择逃亡的路线 那这逃亡的路线呢 其实并不是单纯是自己逃亡 那是飞行员啦 对于飞行员来说 你必须要自己去选择 如何进行一个有效的逃亡 能够真的能够达成的逃亡 可是对于PJ来说呢 他因为散将到了代救者的身边 他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 马上的进行回收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也必须要学习 如何选择一个适当的逃亡路线 到搜救直升机来的一个会合点 来做会合喔 所以他就必须要学会 如何做逃亡路线的判断啊 和设计 那再来一个就是Resistance 他抵抗喔 就是你要如何使用自卫武器 甚至在那个SERE的课程里面 他们还会讲到说 就是你在被俘虏的时候呢 你要如何跟敌方进行 这不算谈判啦 就是他拷问你的时候 你要如何可以替自己 争取更多的时间 例如说你可以有限度的 透露自己的资讯 或者是你可以如何正确的 进行说谎喔 去骗敌人 让敌人以为他拿到了一个 很有价值的资讯 那其实那都是个P喔 之类的 那再来最后呢是Escape 你要能真正的可以逃脱 那这是你最后的目的 你就是活着出来 这就是你所谓SERE课程 很重要的东西 那接下来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是所谓的EMTP 和那个战斗救援的实习课程 这加起来喔 就是四十 喔 五十二周喔 这么长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PJ虽然是特种部队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美国有很多特种部队嘛 但PJ是唯一一个完全以救援 为专长的特种部队 这就是跟其他的特种部队 很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讲说 很多特种部队 其实也都会上TCCC啊 然后他们也有EMTP啊 什么的 他们其实也可以拿来救人啊 为什么你非得要PJ 不可PJ有这么厉害吗 有这么强吗 对不对 可是其实 就以他们受训的强度来说 你可以看到他们光在 救援这一个项目 其实已经花了非常非常多 极大部分的时间 你就会知道他们当 他们在就是 既有空降的能力 既有潜水的能力 去到达代救者身边的时候 他们相对能够让 代救者生存下来的机会 就会比其他特种部队 来得高很多 这就是他们跟其他特种部队 不一样的地方 那在刚刚介绍的 就是PJ他们的特色之后 我们就来回到台湾 这边来想一下 那台湾需要PJ吗 这其实是个很值得 探讨的一个问题啦 因为其实在过去 空军救护队在PBY那个 水陆两用机的时代 其实那个时候常常就会 营救不少的飞行员嘛 因为那时候海峡之间 有一些空战 然后有一些任务 人家说很多的任务 那时候其实 只要有失事迹的时候呢 空军救护队他们就会出动他们的飞机 然后去营救 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展现出 空军救护队的价值 那到921地震之后 才开始逐渐的被大家认识到 就是他可以做很多的 民间救援的工作 像是送救灾 空头救灾的物资啊 或者是山难的营救 或是海难 像是渔船上面的营救啊那些 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空军救护队 他们其实是个非常 就是民间 曝光率非常高的一个部队 那这边可以提一下 就在去年10月 11月大概是PJ最近 美国的PJ啦 最近的一次救援行动 因为他们在夏威夷的外海 大概100多里的地方 有个渔船受难 那就是有个人 他中风 急需要救援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直升机不可能那么快到 你海巡 就Cost Guard的船 也不可能那么快到 这时候呢 他们PJ呢 就用13栋 载了PJ 到那渔船的附近 直接空头小艇跟PJ下去 然后就直接到了那个船上面 然后帮那一个渔民 去进行基本的救治 至少让他的那个生命真相 可以稳定下来 然后再由海巡队 就是美国的Cost Guard 再用船去接应他再回来 这时候就可以发现 其实散将 对于美国的PJ来说 其实就是他们救援上面 救援上面很重要的一环 可是在台湾 散将是不是那么重要 其实就可以值得讨论了 那在这时候呢 其实有跟几个朋友 有聊到这件事情 就是PJ他们其实 工作上面只做到应急的处置 尤其像是贯穿商 张力信气凶烧烫商 还有大量的出血 这是他们其实主要去救治的部分 但是如果像今天救护队的人 他们也具有EMTP 他们想要在空中 做一些比较高阶的急救动作 例如像ENDO 就是插管这件事情的时候 台湾的法规其实是不被允许的 也就是说其实救护队的人 如果今天他们一生 有了很多很强的技能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法规会框住他们 进行一些战术上急救的一些方式 他们一些做法可能是会受到限制 这是他们现在所遇到的一些难处 不过战斗 就Combay Rescue这件事情 对于空军来说到底重不重要 其实有一个案子 就是去年的动腰动梁 这个事情 其实那时候有曾经被检讨 包含我自己都写过一篇报道 其实有去检讨这件事情 因为就是有死者当下是生还 然后才在因为救援时间被拖廠的情况之下 而很可惜的就离世了嘛 那那时候其实他们事后呢 空救自己有跟一些人聊到 就是空军事后的一些报告 其实有提到 如果空军救护队的人 他们具备有神将的能力的话 其实对于整个营救的进展和速度 节奏上面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就是目前空军救护队 他们其实有在研究的一个 那其实空军救护队跟美国的PJ呢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联系啦 包含就双方人员的互访 其实都一直有在进行 这也是我们 就是这几年台美军事合作 其实有渐渐曝光里面 这一块其实是 有在进行的一部分 就不包含像之前 我们其他的前辈 他们有写说 就是包含陆军特战部队的 一些邪讯的部分 其实空军这一块呢 也是有一致在进行 那这当然啦 就是目前呢 空军他们有在 对于飞机上面的一些设备啊 那些有在做一些研究 就是他们到底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需要怎么样的方式去改进 可以让他们的救援 可以更朝向 战斗相对上面需要 那当然啊 因为PJ他们的功能喔 是因为在美国很多 就是所谓的海外部署而有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他们的作战的范围 就是很大 那常常会有就是 比较远端的救援的需求 所以他们才会 才会衍生出所谓的 Para Rescue Jumper 这个状况喔 那台湾是不是真的需要如此 那我觉得这都是事后呢 我们可以再去讨论的一些地方 那当然也会希望就说 空军救援队的战力 能够比现在还更强啦 那当然对于 不管是对于民间的救难也好 或者是对于真的在战时 或者像是飞行员 如果今天要跳伞 他要求生的时候 那能不能加快他们救援的进度 甚至替他们争取 多一分钟生存的机会喔 我觉得这其实都会是有意而无害啦 能够多增加多少呢 当然能增加都会是一件好事喔 OK 那今天我们的部队锅就到这边喔 那希望我的单口 能够让大家接受得了 其实讲得有点长 本来今天没有想要讲这么久 讲到自己的声音都沙哑 那希望就是如果您有想要听 怎么样的题目 或者对什么题目有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您留言给我 那像如果救护队的一些故事啊 或者像想要多了解一些 台湾救护队的状况 其实呢 我之前在UDN军情战呢 就大概超过两则以上的专题喔 其实很多 包含有一个 比较近期是921 20周年的那一则专题 20 那条大概21分钟那么长喔 大家可以去看看一下 就可以了解 就是中华民国空军的救护队 在这20年之间其实有什么样的改变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进步 所以也需要大家多多去鼓励他们 那当然啦 PJ呢 这么强大的Superman 是大家梦幻 就是梦想中可以成为的那种程度喔 但是也要想一下 我们台湾的建军上面 需要到多强 这也都是可以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部队过就到这边 那下次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